全球現場時間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中東局勢 現在可以說是大混戰 這個最新消息就是以色列的軍機 在23號鎖定黎巴嫩武裝團體真主黨 展開猛烈的轟炸 打擊真主黨有一千多個目標 這是以色列和真主黨從2006年開戰以來 最血腥的一次攻擊 經過以色列二十四個小時空襲之後 黎巴嫩衛生部最新統計指出 這一次空襲累積已經有將近五百個人死亡 這其中包括了五十八名的婦女 還有三十五名的孩童 另外有超過一千六百個人受傷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態度是相當的強硬 他所有就發表了曇花 強調以色列不是要跟黎巴嫩的平民開戰 而是針對真主黨作為打擊的目標 並且批評真主黨就和哈馬斯一樣 長期來將人民當作肉盾 好 我們持續就要來看到 以色列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之內 不斷空襲真主黨的目標 好 其中包括了非常多的真主黨建築 還有車輛以及軍事的基礎設施 發動攻擊炸出了巨大的煙城 而黎巴嫩就指控說 這個以色列的空襲摧毀了醫院 還有住宅等等的基礎建設 有數千名的黎巴嫩人 他們急忙逃離南部 這個過程當中導致當地的交通阻塞 嚴重塞車 而黎巴嫩後續也進行了回擊 向以色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法 發射大量的火箭彈還有飛彈 以色列發出了時隔18年的紅色警報 好 網路上就出現了這些畫面 這是黎巴嫩的飛彈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鐵球攔截的畫面 中東的混亂局勢持續的擴大 好 其實就在上週的時候 黎巴嫩的境內就發生了數千個呼叫器 以及對講機爆炸事件 就是引發後續一連串 以色列還有黎巴嫩互相攻擊的一個導火線之一 好 導致說 當時的這個連環爆炸 導致說有數千人死亡 跟這個孩童人受傷 那麼現在大陸的媒體預言談天 就釋出了一段分析的動畫 現在就指出說 以色列籌劃這一起攻擊 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呢 是因為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先被察覺 害怕他們先被察覺 所以就提前發動了攻擊 而我國的海軍前艦長呂里斯 現在分析說 這種利用開放性架構的安裝炸彈 以色列已經不是第一次操作了 那其實以色列使用這樣的一個網絡作戰 也不是第一次 我們還記得嗎 那個之前伊朗的右離心機出現問題 一樣也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他們在 其實他們有一個叫做8200部隊 這個8200部隊 對不起 我拿出他的組織圖來了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隸屬於軍事情報局 軍事情報局又是隸屬於國防軍 在國防軍隸屬於誰 總理辦公室嘛 我們在部隊裡頭都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你報告說你的勤收 或者是你的技術有什麼突破 但是呢 你一路層層上報上去 也是你的長官層層下令說 可以這麼做才這麼做的 所以8200部隊他其實也就是像我們臺灣的資通電軍一樣 他專門收集這些大數據 而且他非常密切的進行人物制也就是觀察這些真主黨的人 他們是如何的生活的 他們是如何通聯的 當然現在已經不能像賓拉登那個時代用書信 當然也沒有鴿子 那可以飛鴿傳輸 也不行啊 那但是真主黨有想到另外一件事嗎 你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那個我們剛剛講BB code有問題 還有對講機有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不是在手機裡面 因為以前的這種電子零件比較大 那現在我們講到現在的這個晶片越做越小 那是不是空出來的空間可以做什麼 就是被人利用了放炸彈 把微量的炸彈放在裡面 然後他一收到這個電子訊號之後 他就引爆原來他的作用的炸藥之外 他炸了鋰電 然後整個無論是你拿對講機 就把整個頭都炸了 好持續來看這個焦點就是美中之爭 這個是美國的商務部在當地時間23號就表示 將要提議禁止美國的聯網汽車 使用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的零組件 也希望大舉強化拜登政府阻止中俄監視 美國人的努力 這也是美國繼中國大陸電動車加徵 百分之百關稅之後 對中國大陸的汽車產業限制最重大的升級 不過其實現在就有很多的CNN的記者 他們就質疑說這樣子的話 那美國的消費者之後就買不到 因為科技所賜 價格比較低廉的汽車了 對中國大陸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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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今年的 2月份就已经宣布说 将会对中国道路的智能汽车软体 以及传感器等等的零组件 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国安风险 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而商务部随后是在9月23号宣布 实际限制跟使用这些产品 还有技术的相关的计划 并且也将俄罗斯的软硬体 纳入了打算计划的禁令 那么这项的政策 最快会在这几个月之内 就会正式生效 而拜登政府很担心 中俄政府可能会搜集 有关于美国基础设施 还有司机的个人数据 甚至包括入侵 维持联网汽车的运行 所需要的通信的系统 好 另外要来看到的 这个是先前涉嫌计划 在高尔夫球场要暗杀 美国前总统的川普的枪手 劳斯他在出席听证会的时候呢 检方就指出说 其实这个枪手 他在行动之前的数个月 就已经针对暗杀企图 写好了一封内容 令人不寒而栗的邮件 检方现在就指出说 劳斯在数个月之前 把一个盒子放在身份 未经披露的人事家中 这里面除了信件之外 还有弹药 一根金属管 以及建筑材料 还有几封信件跟电话 那么这个枪手 就在信件当中就提到 暗杀川普的企图 甚至要扬言 要悬赏能够完成 这个行动的人15万美元 同时他也批评川普 是不适合担任美国总统的 现在这个枪手 劳斯他就被指控有两项 枪支犯罪 在检方将本案提交到 联邦大陪审团之后 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指控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